9月6號全代會 宣誓國民黨數位革新 江啟成連日炮轟連連 企圖掌握話語權 謹咬美珠進口再轟蔡總統 你執政 你身為總統 面對大家對於安全的疑慮 你應該正面來回答大家 而不是來回嗆提醒的人 緊接著9月6號全代會 江啟成宣誓作為全國公投連署地點 將發起食安公投 號召全台各縣市串聯 我們國人對於這項政策 應該有表達意見決定的一個權利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公投 來表達真正的民意 不只公投發起全台串聯 預計國民黨將在10月議會開議之際 全台二社縣市提案 四支條例修法 納管萊克多巴胺0檢出 同時一人一信冠報農委會 國民黨發起一人一信活動 說要冠報農委會抗議美足進口 而方檢值協事目前為止 每天也接獲不少陳情的電話 甚至是email寄信表達不滿 給民眾七點反映 美足強度官栓 前總統馬英九重炮抨擊 我覺得蔡總統在這個議題上 真的應該正宗的向國民道歉 就算是你有一個崇高的目標 你還是要採取民主的程序 我並不是說法 不過因為他常常搞不清楚事情 所以請問大家不要怪他 痛批民進黨卓士金飛 對綠委王定宇指入為馬賊 受漏金尚未發明的40年前 稱馬前總統也吃萊克多巴胺 美豬狠狠打鍊 國民黨多頭進攻 不輕易讓美豬一體熄火 記得呈現張宇軒A4小組才報導